歡迎收看久等囉 Q彈麵條 飽滿西服湯汁 加點蔥花 辣椒提味 高人氣日式拉麵店一欄宣布開漲 我們這次漲價的原因主要是因應這個 原物料價格的調整去做一個漲幅 那人事成本的部分也有包含在裡面這樣子 那漲幅的話大概是約落在5%左右 價格大概是2元到12元之間 原物料波動大 想生存只能跟進漲一波 豚古拉麵從288變成298 漲幅大約3% 加麵原本58元現在變成60塊 想多一份叉燒也比先前貴了7塊 加從黑木耳半熟蛋都從38塊變成40元 不過業者強調這回除了漲價也有降價 叉燒肉從148變成145元 原價物價都在漲 所以除非通膨還有壓下來 不然大家漲價好像也是 就是是必須的 漲10塊20 30 我覺得還可以啊 然後勿施也是可以 如果到8 想吃還是會吃 對想吃還是會吃 有些民眾能接受 但有些消費者苦喊 漲價真的買不下去 這樣還不如去日本吃 大東紅時代來臨有些店家忍不住喊嚴 但有拉麵店業者逆勢降價 招牌乾麵從300塊調降到288 面屋一燈曾經閉門整修 這回除了降價回歸 一夜時間也從9點半延長到凌晨1點 瞄準的不只是拉麵愛好者 更要進攻夜貓族市場 日本拉麵店佈局台灣各有打算 另一家納底信義店 則是因為租期到了 要跟大家說再見 目前只剩下五家分店 日本拉麵在台灣生更多年 就算大環境不景氣 不管是漲價還是關店 依然有人買單 體別新聞 時空山運婕傑台北常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